Hello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佳哥梦佳 欢迎来到我家 今天呢,佳哥要特别出一期我的小红书的分享 因为佳哥联合一起出的这个睡衣 还有T恤那些衣服 现在终于刚刚拿到了我的手上 我家里有很多好几版的一些样衣都在我家 但是最终确定的之前呢 近期才真的完全全部生活在我的囊中 所以今天想要珍重,珍重的给大家介绍一下佳哥 一起参与设计的这个睡衣还有T恤 佳哥的这个包裹呢都是这样子一个可爱的一个设计 因为它是一封信 这次又代表着和平 然后再加上佳哥这个名字也是你们给我取的 我的粉丝朋友们,我的家好们 我特别喜欢这个名字 把一些这样的元素全部放在了我们这一次睡衣的上面 来看一下这个什么 这个应该是玉桃 是的 这个是佳哥的一条 每一个衣服的上面都会有一个箱片 然后这个箱片里面的香味呢也是佳哥 精心的挑选过 因为我们这个叫Random嘛 所以就是每一件衣服 不管你是T恤还是睡衣 就是它上面的箱片都是随机发配的 并不是指定的 开的这个呢上面是一个小鸽子的 再比起之前出版做出来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这个毛巾彩制的这个浴袍 是你完全 哇这个浴袍一上来我脸就变黑了 后来我就变黑了 一般穿戴在用之前肯定是要洗一次的 新的里面都会有一些小纸屑还在这个红花上 因为我们都是原本之前本来说想要打印上去 可是就怕就是经不起岁月的摩擦 所以每一个都是缝上去的 然后它很特别的是它没有整只都在口袋的外面 它只露了一半 然后它是可以洗完澡之后直接穿它都可以很好吸水的 它是毛巾彩制 佳哥喜欢那种比较oversize的那种 给大家穿去机场 这边呢就是所有的T恤 有袜子对吧 袜子的话就会比较多彩一些 有绿色的 有一个小鸽子 白的是有黑杠 然后写着RE的 夏天虽然穿起来会有点这 可是搭配的时候 鲜奶色的会很好看 然后就是鸽子们T恤 这个是黑色印了一个小白鸽的 鸽子的这个自袖的呢 是有黑白灰三个 我们说的这个T恤呢都有一点点偏大 而且我自己要的也是M嘛 是因为我平时就比较喜欢穿大一点的 那样子的话就是不会那么束缚 所以我做的号都会稍微偏大一些 如果说你真的很喜欢穿 比较紧身一点的汽车 修身一点的话 我建议是买XS 也说不定都会有点大 不是那种平时紧身的那种 佳哥真的很讨厌穿紧身 所以我想说 大家应该都释放一下自己 男女共穿的嘛 这种简单的汽车就是 很多地方都可以搭配到 当时设计的时候就是说 想要它小小的一个 趴在你的胸前就可以了 后面是有一个一样的 也是刺绣的2E的这个logo 然后就是写着2E的 比较简单的有一个小口袋 然后也是黑白灰各一件的 因为我觉得黑白灰 是所有期许元 大家最常能穿到 然后最百搭 哪怕你今天是出去逛街丢垃圾 或者是下面哪个快递 你常看到的颜色 肯定先是去看黑色白色 或灰色色 绝对不会去看绿色红色粉色 然后它这个是这样的 佳哥要的也是M号比较大一些 然后这个设计很贴心的一点 是我们把所有的这个标签 印在了背后的外面 因为佳哥经常在穿之前 洗之前我就先把那个标签给剪掉 因为它经常会各着我 索性 就把它设计在外面 这个是因为它前面是绒的 它的这个字体是绒的 所以它再反过来包装 这个也是M号的 我应该拿黑色的 比在我的脸上 那我才会明白 然后着重就到 我们的睡衣部分了 睡衣呢 佳哥这次设计的是两个版 颜色是有分 有白色黑色 蓝绿色还有黑色 只有蓝绿色跟黑色 是有满logo的 然后白色的就是纯的 然后这个睡衣呢 佳哥也是设计的会比较大一些 我太不喜欢被束缚的感觉了 如果真的有喜欢的 宝宝们想要去买 想要去用有一套格子的睡衣的话 一定要记住 好好的看一看这个size图 不要觉得你平时穿M很大 你就买M 那样子的话 其实会显得有点宽松 过于宽松 我们在设计这一款睡衣的面料的时候 这个面料 我们就找了好多好多好多不一样的 想要说给大家一个最舒适的方法 当然现在也没有做到说 非常非常的近 每个人的习惯都不一样 还是会有一些不舒适的地方 想说之后出的每个卡里面 能有一些更多的改进 对 第一版的这个 我已经是很满意了 满logo的这一套 是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是一个普通的睡衣 我想要给你们介绍的是 这个黑色素款 素色款的这个 我们当时在设计的时候 是想说 什么样的睡衣 能给到大家一些小的心思 然后一些小的细节的地方 能让大家注意到的 素色的这个衣服 我们就在口袋上面做了很多的花样 我扣一下给你们看一看 前面看的话是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是一个RE的文字 logo在这 然后还有一个鸽子的刺绣 可是这个鸽子的下面这个口袋呢 就是这个睡衣的所用的特点 就是这个口袋扣子 给它打开 打开了之后呢 它的里面你们是可以看到 是有字的 是为什么 因为这个衣服跟这个裤子叠在一起 然后放进你的行李箱的话 你就特别容易可以找到 同时找到它们 有的时候张哥经常就是 我的睡衣裤 我的睡衣完全是在合的两岸 根本就找不到它们 我出去出差的时候 就把裤子先叠起来 这个衣服有个口袋给它反过来 先把裤子塞进去 塞进去之后呢 就把上衣进行一个缩骨功 然后把这半边叠到这边来 再给它进行一个二层缩骨 然后给它们缩进去 缩进去之后呢 准确地找到这一只鸽子的位置 这个时候鸽子就不重要了 把它的脸给遮起来 然后再把这个口子扣上 它就会变成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口袋 你只有出差的时候 可以用上这一套睡衣 你在家的时候可以穿那套花的呀 蛮是logo的 外面这个长的是一个放手机的 它不是让你这样叠好了之后放手机 这个的袋子 口袋子里面一层 还有一个袋子是给你放房卡 或者是放银行卡 这就是这一次 佳哥设计这个睡衣的小心机 而且我觉得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 我真的是个人出差的时候 有这样装着的话 是会比较容易能找到 所以这个设计我还是蛮喜欢的 不知道你们是否满意呢 接下来可能佳哥陆续也会出一系列的家居的一些东西 然后想要大家都有一个很舒服的放松的时间 然后穿着很舒服的布料的衣服 和设计的也很好看的衣服 不管你在外面还是在家里 到处跑来跑寻都可以 好了 今天佳哥的这个特别介绍这一条呢 就到此要结束了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试试佳哥设计的睡衣 还有T恤 如果你喜欢的话 也可以介绍给你身边的亲朋好友们 好像在做直播 我的天呐 好了 下一次佳哥再来跟你们分享 拜拜